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主地二十万 投降的汉军随随便便凑个二三十万 五十万人 他们也不怕路上被急死 他们还抓了几十万百姓 加起来算个混不当羹了 乐观可以 不要轻敌 阿里肃 萨巴 鱼鱼 厄里里 高庆义 宗汉一家子 都是十年前就供过便良的宿将 手上人命无数 不是老爷兵比得了的 以前笑过他们的 现在坟头树都结果子了 没有轻敌 我现在手上就在出汗呢 你看看 不过都清楚 没有退路 五十万人 他们不一定赢 不会 谁家坟头会种树啊 你得这样行 小藏河打了三年 然后这边缩了五六年 中原倒了一片 也该我们出点风头了 否则人家说起来都说火下军运气好 造反跑西北 小藏河打不过 一路跑西南 后来就打了个路球舍 很多人觉得不算数 这回机会来了 理论上来说兵力悬殊 周城确实比较稳妥 没有办法的 五六万人连同宁先生都守在紫州 确实他们打不下来 但我若是宗汉 便用精兵围紫州 五军放到紫州后头去 烧杀劫掠 紫州往后一马平穿 我们只能看着 那才是个死字 一勺打多 无非是借地是搅浑水 将来看看能不能摸点鱼了 比如说 九摸宗汉两个儿子的鱼 你们第四军一肚子换爽 这个主意可以打呀 这就叫公其必救 机密 机密呀 唐 唐 画下中高层军官类 对于这次大战的基本思想已经统一起来 此时饭桌上了解 当然也并不是真正的机密 无非是在开战前大家都紧张 几个不同军队的军官们 遇上了随口调侃爽一爽 宁义对于这类事情并不阻止 偶尔自己也会参与其中 倒点坏水 看着隔壁桌的团长参谋们各自瞎掰 踏跃寒靖 屈正言等人也在调侃扯皮 女真人杀来 死守紫州并不现实 只能从紫州往前 掀起这崎岖的山林地势做文章 杭流安率领的第二师是狙击的主力 下午便拔营 第二师拔营后 随之而来的是一只五千余人 组成的驼马队伍 这原本是华夏军商业部的全部马匹家当 如今拨归寒靖之会 西南虽然有成都平原 但在成都平原外都是崎岖的山路 走这样的山路需要的是矮角的滇马 战场冲阵虽然不好用 但胜在耐力出众 适合走山路险路 紫州往间隔的战场上 若是出现什么急需救援的情况 这只马队会提供最好的运力 华夏军中 韩靖用兵灵动也指挥过马队 适合当这中间的救火队 不过最近这几天 四十师长瞿正岩便缠上了他 死去白赖的跟他分了三百匹马 然后又想多要两百匹 每日里还缠着韩靖说 我有一个想法 将来很可能有用 韩兄考虑一下帮我吗 对于瞿正岩 这个整天愁眉苦脸 而又一本正经的 在想事的小老头 韩靖有时候愿意帮忙 有时候就比较崩溃 开什么玩笑 为你这种天时地利人和 都要配得上的计划 我要将命令下到连几 你走开你走开 你让下面人专心打仗好不好 不用不用 韩市长 我只是在你手的那一边 选了那几个点 女真人非常可能会上当的 你只要 事先跟你安排的那几位团干部 打了招呼 我有办法传信号 我们的计划 你可以看看 看看你个蛋蛋 太复杂了 我打老苏 看不懂 不对不对 韩市长用兵灵活 不拘一格 正好 配合 配合一下 老子以前是土匪出身 不懂你们这些读书人的算计 你别夸我 那 你分我两百匹马 我 韩静气得不行 我分你个蛋蛋 这样的事情偶尔发生 韩静便趁着吃饭到宁毅这里来告状 宁毅挥着手并不参与 不关我的事啊 不关我的事啊 要不你打他一顿吧 齐正言看着就不惊打 其实这样的事情 倒也并非是齐正言胡闹 在华夏军中 这位师长的行事风格相对特殊 与其说是军人 更多的时候 他倒像是个随时都在思考的棋手 身形单薄 皱着眉头 表情严肃 他在统兵 训练 指挥 运筹上 都有着极其出色的天赋 这是在小沧河几年大战中 展露出来的特质 在那三年最残酷的大战中 华夏军的成员在历练 也在不断地死去 中间磨砺出来的人才众多 齐正言是最为亮眼的一品 他先是在一场大战中 临危接下排长的职位 随后救下以陈田为首的 几位参谋成员 之后辗转抓了数百破胆的 中原汉军 稍作整编与恐吓 便将之投入战场 以这数百汉军的底子 他救下了上百被困的 华夏军阵 随后双方并肩作战 在一场场残酷地奔走战斗中 屈正言对于敌人的战略 战术判断近乎完美 而后又在陈田等人的辅助下 一次一次在生死的边缘游走 有时候甚至像是在故意试探阎王爷的底线 例如以不到两千人的队伍策动七千余中原汉军 进攻达赖的上万主力 这两千人还被分成两批 一批半主力 一批半援兵 每到前线快被崩溃时 援兵便恰好出现 对自己人打强心气 在小沧河打得最危险的几次战斗中 他半神又半鬼 不光骗敌人 而且骗自己 当然骗得最多的还是投降的汉军 而这些汉军中幸存的 如今倒也都是华夏军的正式成员了 这一次次的走钢丝只是无奈 好多次仅以毫厘之差 可能自己这边就要全线崩溃 但每一次都让屈正言摸语成功 有时候宁毅对他的操作都为之则舌 回想起来几倍发疗 也是因为这样的战绩 小沧河大战结束后 屈正言升任旅程 后来兵力增加 便顺利成章地走到了师长的位置上 当然也是因为这样的风格 华夏军内部说起第五军第四史 都特别喜欢一肚子换水形容他们 屈正言的这些行为能成功 自然并不仅仅是运气 其一在于他对战场的运筹 敌方意图的判断与把握 第二在于他对自己手下士兵的清晰认知与掌控 在这方面能以更多的讲究以数据达成这些 但在屈正言身上更多的还是纯粹的天赋 他更像是一个冷静的棋手准确地认知敌人的意图 准确地掌握手中棋子的作用 准确地将他们投入到合适的位置上 而另一方面 在于参谋部中陈田等人对他的辅助 宁毅在华夏军中的讲课 前期重于数 后期重于道 陈田 汤敏杰等人 皆诞生于前期重于数的倾向里 对各种手段的分析 对目的的强调 伟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 第四师的参谋部里 宁毅的学生众多 平时的信条是没有不能用的点子 只看你如何去落实 陈田是食物派 整天皱着眉头 想的便是如何去落实各种点子 他们倒也并不追求脑力风暴 而是无论是怎样的问题 陈田只考虑落实 在后世或许能称得上是行动类大师了 也是有陈田的辅佐 瞿正言众多作死的行为 才能更加妥贴地落实下来 这对搭档整天皱眉长考 偶尔会被宁毅说成 是愁眉苦脸的二人组 不过瞿正言更像是单纯的棋手 旁人对他的观感正面 陈田偶尔在计划成功后 会心满意足地黑黑笑 责备一帮人认为是个贱人 第四师的计划和预案不少 有的只能自己完成 有的需要与友军配合 瞿正言跑来骚扰韩靖 其实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 若是计划靠谱 韩靖心中有数 若是韩靖反对激烈 瞿正言对于第一师的态度和倾向 也有足够的了解 他之前也骚扰了庞六安与于仲道 庞六安大气 于仲道敦厚 双方的交涉没有与韩靖之间这么戏剧化 对了 我还有个想法 千千没说清楚 说你个大胆 吃饭了 那边的达赖 小沧河之战里 原本想要救援掩肘 我拖了他一日一夜 结果 此不时被老师宰了 他必定不甘心呢 这次我不与他照面 他走左路 我便考虑去右路 他去右路 我便选左 若有什么事 韩兄帮我拖住他 我就这么说一说 当然到了开战 还是以大局为重 干嘛 你怕他 陈田说 先晾一晾他 比较好动手 我觉得 有道理 你果然一肚子坏事 我们还有个想法 他出现了 可以以我作儿 用他上钩 嗯 怎么搞 哎 战局瞬息万边 具体的 自然到时候再说 不过 我需得跑快一些 韩将军 在封我两百匹马 你走开 哎呀 都是为了华夏嘛 徐正言皱着眉头 一脸真诚 如此这般 双方互相扯皮 营业偶尔参与其中 不久之后 人们收拾起玩闹的心情 军营教场上的军队 列起了风筝 士兵们的耳边 回响着动人的话语 脑中 或许会想到 他们在后方的亲人 风烟肃武 舍弃冲天 第二师的主力 就此开拔 宁毅与李毅 徐正言 韩靖等人 站在路边的木台上 庄严敬礼 数十里外的前线 也早有兵力在位数 在更为复杂和广袤的 重申军领间 赤猴们的冲突与厮杀 则已经展开 和持续数日了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准序 第982集 穿越历史小说 坠续 作者 《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巨武八雅居》 衔替 演播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